李部长跟国产局张局长 请李部长及张局长 会委员好 好 那个局长 部长 今天是要谈活化土地啊 顺便解 把你们的冻结预算这个给解除 这个 但是平常一讲啦 我是觉得国有财产局啊 在活化这个土地上 我感觉到那只是口号 现在建商啊 跟你们国产局啊 反正你们能够卖 他们就去抢着去买 还有一些啊 你们在没有在你们目录上卖的呢 他又用都根 我想这个 这很多的报纸又提到 都根啊 很多都是以小来病大 这个 今天的 今天的媒体又谈论到这个问题 我曾经在总质询 也在部门质询就讲过一个例子 简单一个例子 在我的选区 属于台大的校地 也就是国有财产局的地 加上台北市的地 加起来超过95% 那个建商呢 就是找了不到5%的民间的地 硬是要给你们去都根 那现在法令当然规定 你们就必须得配合都根 但是想想看这都根的利益被谁拿走了呢 他原来是容积奖励30% 先给容积奖励到50% 差了这20% 我曾经问过台大 哎 拿回来的利益 哎哟 他们增加了1%点多 很高兴 换句话说 增加了20%的东西呢 建商啊 只拥有5%的那些建商啊 他大概拿到了80% 这个就是目前你们 哦 我要活化 要争取 我们是国库最大的权益 可是啊 你们的作为到底在哪里 我实在是看不太到了 看不太到 好像讲的一套 都是又做了一套 在这个都根里面呢 你们被强行的 这个要被并入的时候 我不知道部长跟局长 你们有没有大声的 大声的说我要争取 我们国有土地 应该分配到的东西 你们有没有再做过这样子的表达 是 这一点委员真正点到那个关键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的持分多 超过1分之1 或者500平以上 我要主导 这个第一个 我来就这样子 可是你们现在不是你们主导 我刚才您提到那是台大 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我三年前总职群到现在还是有 所以他那个条件就没有谈好 因为不是我们国产局去谈的 所以这个我再了解一下 因为那是台大 他是参与者 可是我当时在总职群 在后来开那个住户 然后我开 我们开了两次的协调会 你们都有请你们的人来 你们也没看到你们在那边争取 这个个案的部分我们来了解 因为事实上讲 因为他是公用土地的主管机关 好 个案 我们再讲一个另外一个个案 我对国产财产局 更表达很强烈的不满 这个我也执询过 当时是谢长廷先生在当院长 因为那个地方他曾经也有处理过 李一阳先生那时候他在内任部当市长 他以前跟我同时在当台北市议员 他们都很了结很晓得那个事情 张局长呢 我们开过那个案子 我从来总是协调会不下十次 每次那是就是五分谱学产地的事情 五分谱学产地教育部 从陈飞扁先生 从马英九先生当市长 极力替他们的争取 争取的权益 当然是要给当时公共拆迁户 搬到那边去的 所以他们用很低的利息 甚至是无息政府给他们 让他们慢慢七年来缴 还没有缴清的过程里面呢 有个建商就是实施者 他的土地有多少呢 大概不到百分之一百分 他可以欠到不到百分之五以内 大部分是私人的地 还有就是说我是 钱还没有绞心 民意上是在政府的地 但是实际上我所有权 应该就是属于地方的人士的地 好 又被参与更新 又被参与更新 这个案子那个建商啊 是有一百万 他的公司登记额一百万 可是土地开发的利益有七十亿 哦 那个建商居然要拿得超过一般以上 当时我们才 我们立法院有别的中区的立委 他搞不太清楚在帮他的 后来我经过跟他们解释 中区立委一样不管了 国有财产局他说 我要很强硬的 要到这个到省议委员会 到台北市那个那个省议委员会 去吉利去说明清楚 国有财产局的立场 吉利要说清楚了 要说清楚他的立场 要还公道 还公道给什么 给那些土地所有权人 分期付款那些的 可是啊 当我们南部有一位立委啊 给你们压力了 国有财产局立场改变了 国有财产局不再去帮这些住户们啊 到台北市的都 这个都市议委员会那边去 去讲话了 我就不知道你们的立场啊 心里到底是 站着小人民的立场呢 还是只怕财团呢 刚才我讲的案例是财团 还是怕一个啊 一个 某一个某一位南部的立委 说来给你们压力 你们就改变立场 你让我瞧不起你们 你是 部长跟局长 我让你 你让你们的作为 让我瞧不起的 那个钉子户 可不是只有100% 12%叫做钉子户 那个75% 80% 都是所谓 你们所谓的钉子户啊 他们的抓部分的开发的利益 政府好意 都被那一个实施者 用各种巧门 去把他 去把他 把他拿走了 然后你们呢 原来一开始要 正义里人 要主持正义 结果南部的有一个立委 我现在还不讲他名字 南部一个立委 出来给你们压力了 哎呦 国有财产局 组长了 以上的人就 就开始改变立场 部长 我甚至觉得好难过 这个我们想 这个社会上 这社会上还有什么公理正义呢 我想这个案子 就我在市政 我有接触 我也很了解 我想在你在市政 我就接触 从陈水扁先生 我们那时候 松山信州 多少的议员 在努力说来的结果 最后努力说来的结果 发现 是被 某一个建商拿走 这个就不好了 那你们居然还不主持正义 有啦 我想在那个 我真的是让我觉得 是是是 国有财产局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国有财产局 在我在我开的 开的大型的 这个这个 呃 这个协 协调会的时候 哇 想的都是正义里人 要帮助 取回 取 取得正义 结果 就被南部的一个立委 根本也不是我们选区的事 哦 就去因为那个 实施者去拜托他 就改变了 就改变你们立场了 你们变成没有妖了 变成得了 得了软骨症 部长 我真的很 这个我们在那个 都市更新省议委员会 下我们会在极力主张 就刚才您提到的 他那个分期付款的 所以你们今天写的 多么好看 写的多么好看 真的是 用用今天啊 某一个报纸 今天所所写的一篇 就把你们写穿了嘛 对不对 都市更新 你们嘴巴上 好像我要 我要创造最大的力 当人家用 有哪一小吃大 你们就完全没辙了 而也完全不讲话了 不会了 完全不讲话了 我刚才讲那个 那个丁子户啊 我处理这个丁子户啊 80%的人 支持的一个东西 你们也把它称之为 要丁子户了 哎 结果你们去 站在财产的立场上 去强害这一些人 你们本来说 要到台北市政府 要去 他们主持公道 叫你们去 你们现在完全不去了 我真的觉得好丢烈 应该要去 我真的觉得好丢烈 所以今天你的这个 你们这个解冻啊 我是觉得 要土力财团 还是解冻他干什么 我反对 不要解冻 因为你们要去土力财团 尽管去土力财团嘛 给你们解冻的越多 你们土力财团的越多 不是啊 我想这个个案的不能 我再来盯一下 要有是非啊 一定要的 要有正义感啊 这个一定要的了 不是看到了 看到了压力 看到了财团就转弯了 这不好吧 我再来了解这个个案 我本来是蛮瞧得起 你们这个单位的 国有团队 你们怎么会办出这样子的事呢 就我了解 他们说在那个都市 不是就两个礼拜前 你们就不敢表达立场了 就是两三个礼拜前的事情啊 我们在正式公文行文给他 假的啦 部长 假的啦 这个我了解这个过程 正式公文有什么用 你们当初说 在当时群众面前 讲的一副正义 正义理难 好像是正义的化身 抵不过一个立委 给你们的压力 我们正式行文去那个单位 表达我们的立场 所以那个立委跟他什么关系 他完全不了解 完全完全不了解我选区的在 这当时平常讲 你去问陈水扁 你去问马云九先生 你去问李洋 我所有呆过中山系选区的 包括赵商商开 他们说 大家都在替老百姓争取权益 最后你们要把这个所有开发的权益 给建商 好意思吗 这个不可以 好意思吗 不可以 好 谢谢委员 我们正式行文去那边 谢谢 好 谢谢佩洪太委员